没得玩了 好闷啊 出去透透气吧 各位兄弟走了 大哥走了 拉麦托说住在这样的地方 沿在港酒 我们家里怎么在那个有人 在这里有人了 等下那个 等下要他了 我发贷了 5月6号香港全面通关 开始人多了起来 出关的时候居然没有检查核酸报告 这个是上一碗刀福田的 这个车上面还有香味 就今天太困难了 眼睛都已经那个 接台湾女士回 回总部大陆 台女士已经粘了 香港到山珍福田 使十分钟的车程 车费很贵 60多人民币 梁拜托先生在香港折腾到爸 说好想台湾呀 因为香港的节奏实在太快了 从福田站出来 看到深圳的景观 这时候已经是晚上的10点钟了 旁边的大楼 灯光逐渐落幕 但还是有很多办公室开着灯 从福田站出来 派对等出租车 然后看到这个 应该是历史音乐 曾经的河川检测站 现在折腾到 现在已经10点多了 10点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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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在折腾 马上订了 Y1 可能楼市粉到了 我这边物价有点高 一个外卖楼市粉要 38.6人民币 南卖拖累到睡了 我开走了 灯悄悄的吃 舒服的艳阳高照就是 接台湾女婿回中国大陆 想感受啊 到了香港 就想感受 就觉得太充满 太烦满了 接着会不会不会怪 对不对 就是接 对啊 就是这种面目表情 都已经被 都已经被 香港的那种快捷奏给 嚇怕了 因为刚好说 2月6号 是香港跟中国大陆 通关的时候 然后人超多的 然后可能就是 香港的那些 工作人员的那种耐心 可能就没有 台湾这样子的OK 然后再加上香港的这个 我们主要是我们对那个 路 不熟悉了 哦 因为我 对没人带 因为我之前到香港 我都是去购物 直接奔那个尖下水 跟铜楼湾 直接搭那个大巴 到那个九龙站 然后搭高铁到深圳的福田 然后这是他们一下午 一晚上 终于到了深圳 然后兰巴诺先生是 就很一吓到 深圳这边 想就最大的不一样的是 天啊 怎么那么多烟味啊 感觉 懒懒懒 就是 我们出站的时候 没有什么烟味 但是也一吓到 是我们一早 坐的地方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 原来在门口受烟 然后 然后我们就 搭搭出去 然后有人在门口抽烟 然后 南巴诺先生最受不了的 就是别人抽烟 因为在台湾的话 很少闻到烟味 打水满车去见市长 设计师 客家人 这边右边那个 什么大厦 平安大厦 好像是什么腾讯的 还是阿里巴巴的 在那边 没有没有没有 阿里巴巴 腾讯的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 在南山 在南山 也对 在 在南山 不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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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强北是在这边吗 在那边 上面 上面 台湾连续第一次到圈圈 感觉怎么样 现在是菜衣服做 是吧 还没下台吗 明年就换了 来了就是深圳人 去年这里 上沙幼儿园这里 都出不去 封了多久啊 两个月 三四个月都有 封到封了 到这个地点搭同路的乘客 所以这边的检查还是挺严重的 挺厉害的 挺严的 对 深圳很严 我们要是到了 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都真的不严重 所以后面的是不带这个 但是深圳它是一定要带比较特殊 费州也在查 惠州也在查 都有查 深圳是最早查的 深圳早好多年了 早就查了 对已经七八年都有了 有了 十年都有 十年都有了 其他城市就最近开始查 最西匹的不像三年前 倒闭了很多厂 厂也倒闭了 倒闭了很多厂 厂也倒闭了 厂也倒闭了 厂也也是好多 人坐不下去了 经营不下 没有人去吃 那你要有客户在这 有客户才有的 现在都没有客人 你房租要交 那你怎么去做 我知道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在河口那一边 租一个办公室 租一个办公室 一个月的租金 就要几十万人民币 那就是了 对 是不是像那个餐厅 就是一个月 就是两三万 你说他都没有生意 你怎么去承担得了 这个真的是 我感觉这一次回深圳 感觉没有 没有两三年前那种活跃的那种感觉 没有 因为现在消经济 不像以前 不像三年前 那种疫情之前 难了 现在 有这些压力特别真的有的 都关到关封掉了 关到封掉 就是疫情封控 对呀 关了三四个月 房贷各种都还不起 就是疫情期间 老是他们 刚好在那边关 那边关很关 就是后来解分出来 又关了另外一个地方 我过来几天 又可以被关封住了 关到封住 所以这种 他有小孩 有老人 压力的住人还要吃饭 所以很多房子又断供 然后公司又没办法经营 上班 又没办法上班 对 为什么说这样 国家现在就是所保护了我们 两三年 现在就放开来了 国家已经付出那么大 算是这样子的了 其实是人民付出那么大的 真的 好多人都会疲疯 会疲疯 对 这一次就好多 全部基本上的人是养过了 基本上的人就养过了 因为我们在台湾 那时候早就已经不用这样封控了 我们就是说居家隔离就好 那样他自己在家里面隔离就好了 对 他都不给连了一个地图 对 在里面隔离 怎么怎么的 那些真的是好残忍 那种的真的是残忍 香港那边还是还好 他香港那边是 早就已经 早就是这样了 他们说有点那样子 他们就关在家里 休息几天 对 香港那边飞便宜的 我们从香港飞便宜很多 他说是阳性的话 你就真的在便宜几天 他吃了 变成阴性的话 就他们就立马上班了 对我们就是 我们在台湾就是 对啊 现在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是洋国人 就是那个 中国大陆这边 可以你们那边台湾的话 韩班少一点 对 但是但是 但是 没办法就是 国家已经放开了 大家说是这样没办法 对 但是大力度的 这种风控也是 经济 这种整个国家的经济 都倒退 对对对对 以前就是说 深圳的包括经济 是很丰富的 到现在来讲 对对对对对对 你看他们发的物质 他们发的物质 真的不一样 对像别的 然后深圳的话好一点 深圳的 因为深圳的财政收入高了 这个我们也是被换在那里面的 他们发的物质 就是那个幼儿园 他都通了几个月 对对对对 换了好久 换了好久 妈妈的天天做活生 天天做的活生 好人都差破了 妈呀 那时候不是说 大家都把那些药 全部被在家里面 我们是不愿意去被那些药 都破 我们就是买点那个葱头 买点那个横糖 生姜 来就是蒜头 就包点水锅 大概就是这样子都过了 防备一下就好了 对呀 不行了 以前的房子 以前的房子就是你用来炒的 现在的话你可能放在手里面 就已经变成了固定的资产了 也不算资产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变现了 所以现在炒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以前他们炒房的就是赚大了 现在不行 对 所以这个经济不行了 接下来也不知道要怎么搞 就是叫费州他们十几年前 他们那个人真的 看得很远 他在那里买了10套 对然后现在卖出去 不过也不知道卖出去没有 现在就是最后 今年可能就是最后的脱手时期了 今年可能你还得降价卖 你才能脱手出去 可能再过两年的话 你想降降卖都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 可能现在就是最后的末尾了 所以都听他们说 手上如果有多余房产的话 赶紧卖 因为未来这个房子可能已经炒房 时代已经过去了 今年不甩的话 有钱都暂时不要去买这些 不要去投资 我觉得像现在的话 你们嗅到风头挺灵敏的 因为在深圳嗅到的挺坏 但是如果在偏远地区的话 大家都不知道 对对对 然后在深圳的话 新积各种都非常发展 然后人的那种思想又比较前进一点 不过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有的就赚了大钱了 赚了黑心结 所以就是赚这种国炭财 赚这种天灾财 那一提到你是遭受阳性 全部都是阳性的 所以过去那一年 就像一种二路一样 真的好恐怖的 但是现在就算说已经全开放了 但是这个经济已经很难再回去 对很难 因为消耗了太多了 所以没有什么是免费的 天啊 现在公务员全部减工资 那都没办法的是吧 现在这个疫情真的是 害了很多人 有那个健康钱跟那个老保 对 台湾有健康钱跟老保 哦 那他们的单约还是不一样 对单约 你隔离七天 我就给你七天的工资 对 所以说他有那个保险 有老保 然后给你 其实缺者的人 他完全不会担心 不会担心 也不会慌慌 就是说嘛 然后大家就老老实实的 就安心了 我老老实实的就在家拜七天 在家休息七天 对我就等于当度假休息 嗯 然后又有工资收 所以大家都停那个了 对对对 但是在这边你说封控过三个月 大家吃什么 就算你政府有物资 他们一服封就是抖进楼子 对 我们今天入住的一个酒店 是这样子的 房间还挺不错的 你知道多少钱吗 150人民币 今天入住的酒店 150人民币 是我的时候 晚上在一位长辈家吃饭 有时畅快的聊天 他们还特地给蓝白头先生做了素食 那个在桌子 那个哈尼在桌 好棒 有点像毛毛鱼 以前这些地方 稀稀洋洋 网购流行后 人流变少了 在惠州西湖边上喝找茶 在惠州西湖边上喝找茶 这里是当年书冬货被扁的地方 古时候的南蛮之地 在这个历日购物中心楼上 可以俯瞰整个西湖美景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造景跟杭州西湖有点相似 喝完找茶 中午就一起去菜市场买鱼 在惠州的河边放生泥丘 愿众生都能离苦得乐 好了我的这期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啦 下期继续分享台湾女婿回春日常 谢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订阅点赞留言转发哦 拜拜